戴上面具 口罩 台北时装周走秀 以人类面临疫情挑战为主题 展现出一件件别具风格特色的设计服装 充满创意与省思 我们今天的秀是 就是挑选各个学生的几套作品 然后出来再组合成一个新的系列做呈现的 我这组的东是一种东方感的 一个水墨的呈现的方式 对 那还有结合一些帽式的设计 我觉得一种跨领域的表现 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尚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事情 首次结合大专院校服装设计系 呈现精彩走秀 就是希望让学生们累积实物经验 将来能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 台北时装周已经在国际建立一定的品牌 像去年已经有200多篇的国际报导 对台湾的时尚的报导 那今年我们开始觉得其实时尚也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一个行业 那今年我们很希望引进学生不断创新的精神 使得我们台湾的时尚美学有胜利军 然后生生不息 全球疫情仍持续当中 迈入第四届的台北时装周 是全球唯一的实体走秀 结合四所学校100多位学生展示250多套服装 每一件都各具风格特色 除了将由评选选出优秀的作品之外 也开放民众网络票选将于三月底公布前三名 希望透过产观学结合 让台湾的时尚产业增添更多省力军 人间卫视迷入蔡一辉台北采访不到